这事我们还得从今年1月份说起 就是江苏连云港灌鱼县的石安伟接到了一个举报 说当地一家农贸市场有人销售假牛肉 这些牛肉便宜的离谱 当时每斤生牛肉的价格 每斤30到40块钱 每公斤60到80 而这些假牛肉只要21块钱到22块钱 一斤就差十多块钱 对 很快的检查人员就在市场牛肉经销户 许某人某的门市部内发现了被举报的假牛肉 不过从外观上来看 这个确实是牛肉 但是这些牛肉他们的包装盒上全都是英文 没有任何中文标志 这进口牛肉喂 外国牛喂 不过这些进口牛肉的产地可是有很大的问题 检查人员发现这些牛肉竟然是来自于巴西尔 巴西啊 要知道当时巴西牛肉是禁止进口的 检查人员在这两家牛肉铺一共是查扣了900公斤 还没有卖出去的问题牛肉 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才发现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啊 检查人员马上就顺头摸瓜 查到了在港云县 还有三家业户在卖这种问题牛肉 而和他们有直接联系的供货商 共有八个 其中四个在徐州 还有四个在广东 这个非法进口巴西牛肉的销售网络是十分庞大 近连云港就有八个团伙 目前一共有27名涉案人员被抓获 查扣问题牛肉是300吨 那这300吨牛肉还是没有卖出去的 你想从2012年底巴西牛肉禁售开始 他们就一直在销售这种问题牛肉 江苏跟周边的省份都有 而仅仅连云港一个地方就卖出了一亿元的牛肉 300吨那是60万金 嫌疑人交代说2012年这个年底巴西牛肉禁售以后 他们得知外省几个地区仍然能够拿到巴西牛肉 而且价格低廉从中的可以谋取暴利 于是从去年初开始就另辟渠道进货 因为是问题牛肉价格低廉 所以这些嫌疑人他们稍微加一点价就出手 造成连云港地区本地牛肉卖不动 很多牛肉经营户不得不到他们那里去进货 在听到这儿有人就该问了 呦这些人违法销售巴西牛肉长达一年之久 那监管部门你们怎么就没发现呢 关元县警方就表示了说这个是因为非法经销户 他们的销售手法相对隐蔽 因为他们都是人货分离的 比如说他在门市并不会放很多巴西牛肉 或者干脆就不放 仍然是销售本地牛肉的 而大量的巴西牛肉 他们存放在一些偏僻的冷库当中 一旦有人需要就会直接去送货 也很难追查 对就知道自己干的是违法的勾当 自然就偷偷摸摸的了 对吧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也都不够好猎手 刚才我们都说过 对 今年7月份连云港地区的团伙全部被抓 目前江苏警方仍在追查 禁售的巴西牛肉的来源及其他的销售网络 这牛肉出问题 只要想拦 也还拦得住 这人心要是坏了 那真是防不胜防